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7日 星期一 我們 一致要跟大家說一個很另類的指標 但是這個指標 又是 一個很有邏輯性 很合理的指標 這個竟然跟美國的大選有關 這件事就要去 一個叫做浙江二污的地方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浙江二污 製造小商品 文明世界 很多地方都會在這裏訂購的產品 例如打火機 二污只是做打火機 是世界No.1 打火機的石頭也是世界No.1 當然 還有很多小商品 鑰匙扣 精品 全部都可以在這裏賣得到 而且是價連物理 二污 有一個二污指數 可以準確預測美國總統大選 因為他的指標 就是根據 這個 候選人 競選商品製造量 可以推測到這次 跟2016年一樣高於民主黨的對手 二污指數曾經在2016年準確預測 Donald Trump可以贏 但是北京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就向 中央社記者表示 川普陣營的 競選商品數量大 應該與其支持者屬性 以及當年贏得關鍵州有關 這個指標能否照搬到今年大選有待觀察 這番說話 很明顯是言不由衷 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 所以 就說了一些這樣的說話 老實說 一個支持者會不會一個人買十年期 不排除有有狂熱支持者 但是當一個人 有狂熱支持者 而另一邊沒有的時候 那邊 勢自然就會弱 因為狂熱支持者 他可能一個人幫他拘捕10票 而對方 那些支持者 一點熱情也沒有 他可能連票也不拘捕 甚至乎 自己也不去談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做過選舉就知道 因為中國是沒有選舉這回事 他們完全不明白 民主選舉的真體 選舉 除了要講錢 還要講那個 候選人有沒有感染力 當一個候選人 有感染力的時候 他就會感染身邊的義工 去幫他 勃心勃命去做 我們 在香港也有很多次助選的經驗 你會感覺到 你要 說服一些陌生人 去投票支持你 所推介的候選人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你在街邊 派一張傳單 其實也是有很大勇氣的 香港人 有沒有人去派傳單呢 不是百佳偉康那些 是候選人 要你支持什麼什麼什麼 坦白說 大部分人都沒有試過 因為你給傳單的人 大部分人會拒絕你的 而你 做義工的人 你可以放下自己的自尊心 去幫這個候選人派傳單 人家 接你的傳單的人 是會看得到的 當你 充滿禮貌 充滿熱誠的時候 向人推介 即使人家 給你一個很壞的反應 甚至乎不給反應 當你不存在 甚至乎屌你老母 但是 你如果 對這個候選人 不要說說感情 你有信心的 你認為他是對的 值得推介給人的時候 你的心情 你的態度 別人接你把傳單的人 是感受得到的 選舉呢 大陸人是完全不懂的 因為他們沒有得選 也都沒有見識過真正的選舉 他們以為 所有選舉都是給錢的 沒錯 錢是一回事 問題就是 你有錢 誰夠彭博有錢呢 彭博能夠贏到初選呢 No 因為他 沒有那種領袖魅力 彭博有500億美元的身家 遠遠當過Donald Trump 講錢 Donald Trump排不了入樓的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呢 因為他 有感染力 一句說話 可以使得 很多人 應該會分身幫他 助選 是不是 我們再講述這段新聞 新聞 星加坡聯合總報道 秀烏國際商務城 一間的意見иров方公尺 一間 ital股五平方公尺 即是幾十呎 1.4平 一平約36 36呎左右 1.5平即是50呎左右 他的店面裏 老闆姓李的 頭也不抬地預測 當然是特朗普贏 胡川普 李先生 從貨架底下的麻包袋裏面翻出一張 長五英呎 寬三英呎的藍色旗幟 印著大大的川普2020字樣 他就說 自己在 浙江的紹興的工廠 這面旗已經出貨了十多萬面 而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同樣大小的競選旗幟 只是出貨了幾千件 這是很懸殊的數字 當然 實際可能Donald Trump的支持者真的熱情一點 可能一家一個家掛五面旗 那也好 人家也是源源拋離你 你這個拜登 即是說 民主黨的支持者 未必是深深情願支持拜登 甚至乎不願意掩出 他們手上的錢 以往我們幫人家 我們幫某些組織做一個 助選 幫他派傳單 幫他推 推介候選人 幫他做一些競選工程 我們 我們認識的義工 全部都是貼錢去做 自己買了飯盒 可能買了旁邊的人 買了東西給他們吃 那些義工 從來都沒有錢收的 為什麼沒有錢也做啊 傻子 因為你支持他 支持 以前 不計較 付出 和回報 這件事 是大陸人永遠都不會明白的 除非他經歷過 這個大選 當然 很多移民了去美國的大陸人 他們都一樣不去投票的 他們仍然 不知道手上的選票 原來是很有用的 因為 美國的 從政的人 他們就是因為你手上有一張選票 所以 他 事事 也要尊重你的意見 不敢做出一些傷害你的事情 這些東西 也是中共 不會明白的 我們繼續讀新聞 李先生 跟著說 另外 移烏商貿城的公司有個姓周的Selsy 認為 Donald Trump贏了 他說 負責國際業務的同事最近 圓圓不絕地收到Donald Trump陣營的訂單 幾天前 有同事在微信群中發簡訊 要求工廠加急處理一批 Donald Trump的旗幟 這位姓周的這位Selsy就說 工廠19年底就開始接到美國大選的選舉旗幟訂單 最初也是Donald Trump 而且有十幾種圖案 直至近兩個月才陸續有拜登陣營的訂單 但圖案只有一種 而且數量 遠遠都沒有 Donald Trump陣營的五分之一 說明什麼呢 說明 對於這個Donald Trump的人 他們的支持者應該是會 花很多錢 甚至是願意貼錢 但是支持拜登那些 純粹也是交功課 那種支持的力度 是完全不同的 近30年美國大選 國候選人的旗幟 彭球帽 T恤 橡膠手環 乳膠面具等競選商品 大部分都是由 義烏生產 因為疫情關係 還印了很多有候選人名字的標語 口罩和棉筋 第一次 Donald Trump參選的時候 2016年 各界都是看好民主黨的希拉利 勝出的 但是義烏的商家 也就是根據手上的競選商品的訂單 逆勢預測下 訂量哪個較高 當然是Donald Trump 所以預測他會贏 之後 義烏指數的名字是不敬而走 而當地小商反手中的訂單 就成為大洋匹岸的選情指標 上述北京學者就認為 特朗普的支持者有為數不少的美國中產 中基層白人 習慣於傳統競選模式 喜歡看得花花花花花的競選廣告和商品 這個特徵 教民主黨的支持者明顯很多 這個學者又表示 特朗普2016年靠的是贏得關鍵 州的選票 才藉由美國特殊的選舉人票制度 這個勝選 但是普選票上 Donald Trump是輸了給希拉利280多萬票 這是事實來的 Donald Trump的票的確是輸的 問題就是 人家贏得關鍵州 競選商品的多掛 不見得跟選情有絕對必然關係 四年前的模式可不可以套用在今年 還有待觀察 這次拜登的民情 更加比希拉利弱很多 首先 大部分的選民都是因為 當時是 憎恨 Donald Trump 而不是在民調上就說要投對價 這是在他們心目中 但是 最近已經是開始逆轉 坦白說 投給拜登的人 其實本身也有很多不支持拜登 慢慢慢慢浮現了很多出來 包括他的失言 黑眼睡 或者說錯話 說要自己打倒拜登 由拜登出來打倒拜登 他還要對著他的選民說 我一上台是會加稅的 而不是減稅 那個 小型的聚會 即使有人都呆了 你要爭取別人的支持 你一個加稅的總統 我可以告訴你 是注定要輸的 是不可能 而這個異污指數 這次很明顯是會繼續有限 看看 儘管拭目以待很快 兩個月而已 這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